近年来 嫦娥揽域 地桥一号挺进地球深处 奋斗者号探秘万米深海 中国科技创新 硕果雷雷 包含创新智慧的中国制造 中国技术 不仅保障了国内需求 丰富了国际市场的供给 也为全球经济的绿色转型 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创新驱动发展 从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 到国产大飞机实现商飞 再到新能源汽车全球热销 一批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 新型支柱产业在中国快速崛起 5月 全球最大新能源车企 比亚迪发布了最新插电式混合动力技术 可实现综合续航2100公里 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 已经建立起完整和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体系 电池100%自主可控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 未来十年 中国将加快新能源汽车研发布局 其中 固态电池是电池技术竞争的制高点 也是巩固扩大新能源汽车优势的关键技术之一 今年下半年 我们是第一代固态电池就上车 我们目标在三年内 全固态电池上车 凭借先进的电池技术 智能驾驶系统 本土完整供应链和先发优势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迅猛增长 2023年 中国汽车出口首次超越日本 位居全球第一 Hu Do you view China's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new energy vehicles? China is not only just benefiting from the market but China is also trying to build the manufacturing capacity of other countries It shows that China is committed to carbon peak in 2030 Even before the 2030 It shows that China is committed to green development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赛利斯汽车超级工厂 超过一千台智能化设备 可以实现三千多台机器人智能协同 在总装车间在生产线上 只看得到机械手臂装载滑动 他们正在协作装配车内座椅 这些座椅是从远端排列整齐 通过传送带到达升降机位置 座椅自己坐上升降机来到组装线上 近130斤的座椅 由四台手臂机器人灵活精准抓起 轻巧安装进车身里面 轻拿轻放能最大程度 减少安装过程中对座椅的磨损 在200多米长的生产线上 全程采用AI智能检测系统 对包括底盘拧紧 家住等在内的上百个项目 做实时监控 目前该工厂关键工序自动化率高达百分之百 最快30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能源汽车 根据德国研究机构近日公布的一项排名 2024年首次有五家中国公司 跻身全球十大最具创新力汽车制造商 新能源汽车只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缩影 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 2024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展上 新技术新突破成了光伏行业的关键词 这款标准20尺集装箱是储能系统 它的电池能实现五年零衰减 五年零衰减的话 主要还是一个技术创新 一是由我们独创的就是不理技术 同时我们也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材料 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 中国出口的新三样 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 也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 做出巨大贡献 特别是在非洲 以前一些偏远村庄的民众 主要靠蜡烛和煤油灯来照明 即便在拥有电网的非洲大城市 日常生活和工作也深受频繁停电的困扰 不过随着中国绿色能源产品和技术普及 这一局面得到大幅改善 从光伏电站到风电厂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一百多个绿色能源项目 也为非洲绿色转型注入活力 我认为这些区域的能量很高 我认为这些新技术能源项目 在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国产大飞机C919商业运营规模化 相关产业链步入收获计 港洲澳大桥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 拥有400多项新专利 全球每10台顿购机中就有7台来自中国 中国隧道技术装备形成辐射全球的完整产业链 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 深水半前式生产储油平台 深海一号累计产气超过80亿立方米 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中国首个全尺寸开源通用人形机器人工板机 清隆两项 并不可能加价格 能让空间消灭力高速在印度尼西亚 和空间资本军军 建议会是空间 今年6月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 中国已崛起成为科研超级大国 2003年 美国发表的高质量论文数量是中国的20倍 2015年以来 中国高质量论文数量先后超过欧盟和美国 位居世界第一 在AI人工智能领域 中国贡献了全球40%的研究论文 比美国 欧盟和英国加起来还要多 此外 中国科技投入逐年递增 2012年至2023年 全社会研发经费从1.03万亿元增长到3.3万亿元 中国贡献的高质量和高质量 中国人与其他国家,是和产党的关系, 产党的产党。 中国也在对国家的继续建筑部, 继续建筑部和达国家的工程, 和产党的工程, 而产党的继续建筑部。 之后,如果我们看来电动, 中国也在关了它和产党的电动力, 产党的国家和其他国家的继续建筑部。 中国也在建立的建筑部, 产党的工程, 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宣称 24小时之内可以解决俄乌危机 匈牙利总理近日表示 特朗普如果11月当选美国总统 将立即要求乌克兰与俄罗斯 展开和平谈判 当地时间7月16号 美国总统拜登在内华达州 拉斯维加斯表示 自己将参选到底 从15号开始 拜登重启竞选活动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13号 在宾夕法尼亚州 举行竞选集会时遭枪击受伤后 拜登与副总统哈里斯 一度取消了与竞选相关的行程安排 拜登团队还暂时停播了所有电视竞选广告 重启选举行程前 拜登接受了媒体专访 首次披露了枪击事件后 与特朗普之间的通话内容 枪击事件发生后 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 已经对拜登与哈里斯的安保计划进行了调整 同时也加强了对特朗普的安保 投入更多人员和设备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15号 正式提名特朗普为总统候选人 民主党也将在8月19至22号举行的全国大会上提名本党候选人 这意味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开始进入最为激烈的阶段 两党候选人的对外政策主张也越发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 据英国金融时报16号报道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近日致信欧盟领导人表示 特朗普如果在11月的美国大选中获胜 将立即要求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和平谈判 欧盟应重启与俄罗斯的外交接触 匈牙利7月起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欧尔班先后访问了乌克兰和俄罗斯 并赴美国同特朗普见面 试图推动俄乌战士尽早结束 欧尔班透露 特朗普已经有了具体的和谈方案 不过欧尔班办公室与特朗普团队 均未就相关报道做出回应 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 自己可以在24小时之内解决俄乌危机 特朗普从未透露过解决方案的细节 相关言论也受到俄乌双方的质疑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甲7月1号表示 乌克兰危机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解决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邀请特朗普访屋 实地了解情况 7月15号被共和党正式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万斯 当晚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 阐述了特朗普团队的外交理念 出生于1984年的万斯 高中毕业后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 并被派往伊拉克 他曾表示 到了伊拉克才意识到 这场战争是基于美国政府的谎言 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的承诺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美媒指出 正是参加伊拉克战争的经历 对万斯反对美国干预海外冲突的理念 产生了重要影响 万斯15号还再次质疑援助乌克兰的必要性 今年2月 万斯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时表示 俄罗斯并未对欧洲构成攸关生死的威胁 应重新评估对乌克兰的援助 路透社形容 如果万斯在慕安会上的发言 对欧洲来说意味着第一声警报 那么特朗普选择他作为副手 就是警铃大作 德国总理舒尔茨所在的社民党发言人 对彭博社表示 万斯希望结束美国队伍军事援助 这样的立场比特朗普更为激进 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欧洲官员的话 报道称特朗普与万斯的组合 对乌克兰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首先呢不管是特朗普还是万斯 他们的观点是具有同志性的 都聚焦美国国内问题 尤其是在竞选过程当中 更多凸显的是经济 边境 移民等问题 强调提高美国国内民众的收入 而这一系列的关注 有很明显的反建制色彩 所以从欧洲的视角当中 如果特朗普胜选 那么未来的美国是不好相处的 而同时呢欧洲也关注到 在反对军援的声音当中 体现出的是美国国内保守派力量的上升 而此时呢欧洲担心自身的重要性 在美国战略布局当中的地位 会进一步的下降 尤其是从特朗普此前的 一系列的表态当中可以看出 他并不认为美国与盟友和伙伴 加强合作 编织同盟体系的网络 更有利于美国实现自己的目标 而希望呢把更多的资金资源 投入到军工复合体当中 实现美国在军事力量方面的跃升 所以未来对于欧洲来说 美国的一系列的转向 意味着不确定性 也意味着美欧关系 会出现进一步的震荡 乌克兰总统茨连斯基15号 在基辅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并不担心特朗普重回白宫 我认为如果总统茨连斯基15号还透露 西方援助的F-16战机将分两批抵达乌克兰 俄军方面 7月14号 俄国防部首次公开了俄空天军战机 挂载并投掷FAB-3000航空炸弹的现场视频 今年3月 俄国防部宣布 已开始批量生产3000公斤级FAB-3000航空炸弹 引发西方高度关注 据俄媒报道 该型炸弹投掷高度可达1.6万米 在加装滑翔和制导统一模块套件后 可从自由落地炸弹变为低成本的防区外发射武器 美国近期在亚太地区军事动作频频 既宣布将在日本部署F-35A和F-35C战斗机之后 美军又计划今年的晚些时候 在关岛首次部署现已最先进的弗吉尼亚籍攻击核潜艇 美军近日宣布弗吉尼亚籍攻击核潜艇 明尼苏达号在夏威夷完成了长达两年多的维护 重新开始海事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将母港转移至关岛 这将是美军首次在关岛部署弗吉尼亚籍潜艇 此前美海军在当地部署有四艘洛杉矶级潜艇 美海军现已共有三个型号的攻击核潜艇 包括洛杉矶级 海狼级和弗吉尼亚级 其中 洛杉矶级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建造 目前正陆续退役 弗吉尼亚级则是建造时间最新 综合作战能力最先进的攻击核潜艇 现已共有22艘 将一直服役到至少2060年 2023年 澳大利亚媒体曾获准登上一艘 弗吉尼亚级潜艇 和洛杉矶级相比 弗吉尼亚级的综合能力 包括雷弹数量 以及对陆攻击能力明显提高 美国目前正在把作战前沿向前延伸 也标志着以攻击型核潜艇作为信号 弹道导弹核潜艇包括其他水下作战能力 在亚太地区将会呈现出前沿部署的态势 而如果在日本包括关岛大量部署水面舰艇 在关岛包括其他点位大量部署战略轰炸机 美国的攻击型核潜艇和弹道导弹核潜艇 又在二岛链最前端部署 能说明大国竞争 美国要夺取水下水面空中三重优势 同时与盟友相互组合 在亚太的综合优势也会进一步上升 所以在关岛出现了攻击型核潜艇 这只是冰下一脚 下一步围绕着亚太 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需要 还会有更多高端武器 包括攻击型武器装备在前沿部署 美国除了加大水下战力的前沿部署外 还积极鼓动盟友升级装备 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 近日对韩美表示 韩国今后可根据作战需求 考虑引进核潜艇 韩联社指出 美军高级指挥官公开讨论 韩国发展核潜艇十分罕见 韩美称近年来 朝鲜加快发展水下战力 多次试射前射导弹 韩国国内不断有声音认为 应研制核潜艇 韩国发展核潜艇 在韩国海军服役 对于提高对抗能力 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呢 可以强化对韩国的捆绑效果 因为韩国武器装备 就是高端武器装备 绝大部分源于美国 如果美国把自己的核技术 核潜艇向韩国转移 对于捆绑韩国 捆绑韩军 也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从第一点上去分析 在美国背后黑手的股东下 半岛南北对抗战会进一步升温 也说明呢 在半岛地区 美国的核渗透 包括核保护 也会高度提升级别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17号表示 中方始终致力于同菲律宾 通过对话协商方式 妥善处理海上问题 中方始终致力于 同菲律宾通过对话协商方式 妥善处理海上问题 在本月初举行的中非南海问题 双边戳商机制第九次会议上 双方就完善两国涉海沟通机制 进行了交流 两国同意进一步加强 外交海警间涉海沟通对话 共同维护海上局势稳定 和中非关系大局